RNG想带EDG参加世界赛 下等马JDG冒泡赛又有戏了 9月1日RNG以3比1的成绩战神TS确定了世界赛的名额 今年的RNG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要不是凭借着狼型的出色发挥和UCI下路的稳定输出 恐怕RNG就要打冒泡赛了 毕竟牛排还是比较懂得用人的 四脉一不是什么好战术 这么看来LPL果然是血浓于水 EDG曾和RNG多次交手 虽各有胜负但互相并不上投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要好的 RNG前打野湘波得知EDG被淘汰无缘S9的时候 还想带Mako出来散心 而两支队伍的活宝UCI和场长 其实私下的关系也非常不错 最后我们再简单聊一下接下来冒泡赛的问题 冒泡赛的悬念目前取决于TES和BLG这场关键性的对决 如果BLG赢了TES 他将能成功进入到冒泡赛 有资格抢夺最后一张S9门票 如果BLG输了 则下等马机会就来了 JDG将有机会参与冒泡赛 相信大家这下就都看明白了 BLG还是绝不能放松的 最后的命运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而JDG的命运都掌握在TES手里 B字幕续忘记您的视频 JDG的命运都赚着 B字幕续忘记您的视频 B字幕续忘记您的视频